我女儿啊 应聘到航空公司做空姐吧 那屁股后边追她的男孩子 能排一条街 那必须的 你家女儿长多漂亮啊 对了 你们家静静好像年纪也不小了 怎么从来没听说 我找男朋友的事啊 是啊 我们在一起工作也好几年了 怎么从来没听说 静静交男朋友啊 对啊 对了 静静的工作有着落了吗 有着落了呀 我们家静静有工作了 嘎清爽的 在大企业工作呀 确定做什么的呀 企业大小不重要 女孩子嘛 关键有个体面的工作呀 是个体面的 那是不是静静啊 请吧 顾总 那个男的是谁啊 那就是静静的男朋友呀 你确定 带我来这种地方 你看看 这些年都没人碰得了你的脸 看看你这毛孔 多明显 再看看这肤质 都松弛了 有吗 有啊 没有吧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我这个人呀 很低调的 我们家静静的事啊 我都不愿跟你们讲 你们看 你们看 高美容是要技术的 你行不行啊 我妈行啊 我妈行 我妈教我 走啦 呦 要是假的 不是我们家静静的男朋友 她哪能去拉她的手的 我让我妈教我 全程为顾总服务 行 妈 来了 哎呦 来了 疼啊 疼啊 手要稳 要垂直作用于皮肤 力度别太重 别叫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难产呢 这玩意怎么这么疼啊 我 这么说吧 热马肌是通过高能量的高频电波 我加热皮下的二至四毫米的真皮 及脂肪部分的治疗法 通过施加六十度左右的热能 使之造成微损伤 小冬 你说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呃 换句话来说就是 热马肌的全程都是高温来完成的 在高温进行皮下聚焦电机的时候 你再说的简单点 简单点就是 顾总 美容院补水办卡 了解一下 我被你骗过嘞 我已经脑子进水了 现在这玩意这么疼 还想逃路 不怕 随便你这可是你说的 你要想想你那张脸 除了我别人也碰不了 到时候明天起个红疹 抱个痘 你可别来求我 多少钱 不贵的 那热马肌一万二 然后三 看你是我们家的住户 还有你是我老板的份上 给你个有钱价 八八折 五千 三次 三次 五千 嗯 行 只要不可容就行 那 那热马肌一万二 好 然后加上五千 一共一万七 谢谢老板 不做销售 可惜了 快乐得像小布头雀一样的 可以谈女孩 今天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 所以说这女孩子啊 还是需要爱情的滋润 正是热恋期呀 没有 你们都不晓得 就刚才做美容的时候 只要我们家静静上手 别人都不可以的 我这个女婿啊 也没有什么别的好 就是 不花心 我嘎放心的 解释一下吧 别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你说这个 为什么 别人 三千块钱 十次 我 五千块钱 三次 嗯 还有情价 八八折 你先别生气啊 你想想 他们的美容师是谁 你的美容师又是谁 你啊 对啊 美容师和美容师之间 也是有差距的 你也能算是美容师啊 你那是刚才跟伯母 现学现卖的 嗯 你可别嫌我啊 你自己想想 你这张脸 除了我 还有别人能碰吗 这就对了嘛 我就值这个价 盖不还价 别人想让我伺候 我还不凤梅呢 顾总 这下我还欠你二十九万五千 我怎么总感觉哪儿怪怪的 对得很 我就是这个价 我提供一切有偿服务哦 你 苏静静 你一个女孩 你 怎么能说这种话 别说 真挺舒服的 围套永春全 沦落至此 你轻点轻点 你说说看 还有什么骗我钱的服务 你能想到的一切服务 行了行了行了 你请 来 吃一个 谢谢顾总 我在工作我不吃啊 吃一个减五千 太慢了 行吧顾总 今天晚上做你爱吃的香菇油菜 还有青炒虾仁 你最近表现挺好 比谢特强多了 您最近看起来也越来越便宜进人了 您最近看起来也越来越便宜进人了 要是谢主理看到你 能不能认出来还两说呢 你真的放着那么大别墅不住 要在我们家一直住下去啊 放心吧 等你还完钱我就走 好 天哪 我大师兄怎么来了 快快看 我头发没问题吧 你大师兄有没有要取你的意思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大师兄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刚下飞机就过来了 正巧看到你和顾总回来 哦 我们去菜场买菜 你也不打声招呼 我好做你爱吃的 顾总今天看起来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的确是不一样 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现在不仅是苏家武馆的租客 我还是苏静姐的老板 我还是她的占 顾总的意思是 我再给顾总当助理 我们两个只是工作关系 签了合同的那种 那我们回家 走 进进 出发 出发 我要喝咖啡 这个时间喝咖啡 你也不怕晚上睡不着 家里有素容 我不喝素容 那我在家给你点外卖 不行啊 外卖太慢了 那我跑过去不也是一样的吗 外卖那么多订单 你跑过去再送回来比外卖快 那还要说起跑步 谁比得给我们顾总啊 你这见着你大师兄这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变 那三十万是不是不好使了 你威胁我 没错 你大师兄要是知道你还没结婚 就欠了一屁股的外债 肯定不会要你的 顾总我这就去 早就该这样了嘛 好啊 我要一杯卡布奇呢 谢谢 那大师兄 我去去就回 你在家里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很快 很快 你等等我 这个肯定比苏静的轻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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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